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变化的 好冷啊 应该穿个外套的对吧 这是走廊 然后这是一个富士楼的 是下富士的那种 但是我不是很想要住富士 是往下走的 这是组啊 然后这边还有 这个是一个小花园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层的一个厨房 厨房 一个小台子 然后这边是客厅 但是是没有家具的这个 我本来想做这家 感觉位置不太舒服 我们要去楼下 这个感觉做起来很爽 对吧 我选了一个龙井芝士 是这个草莓的 我点了三个味道 是焦糖抹茶 还有这个是光 然后刚才选了蛋糕 还有下面咸的甜点 咸点 点了一个苹果茶 苹果淡淡的香味 上个Vlog我们发的看法日记 就好多亲来问 为什么安妮要搬家呢 然后弹幕啊评论啊 然后私信啊都有 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比较远 是在外环 市中心是有一段路程的 然后我的朋友一般都住的比较远 平时出去玩比较不方便 然后有时候也想叫朋友来家里玩 也特别不方便 搬一个地方 离市中心近一点 然后离他们也会近一些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 想要单独出去拍穿搭 就更不方便 这是其二 那也是吧 单独好像是不太可能 对吧 然后其次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是关于工作的 就是我们新的办公室 也会搬到我要住 入的这个房子途径 为了我以后可以按时去上班 我是一定要搬家的 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偷懒 尤其床气的人 很会赖床的一个人 如果再住的那么远 估计就到不了这个办公室了 很期待新生活 还有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啊 我又开始啰嗦了 大家对我现在家的apartment tour 很感兴趣 那么我会在搬家之前 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房子的apartment tour 拍给你们 然后新家的apartment tour 也会拍给你们看 答应你 答应你 在我的百般要求之下 我们要吃大董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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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这个哇天哪 太罪恶了 这一块 我还得再来一块 随风要减肥啊 你是多久没吃烤的啊 对啊 两月了 没有吧 两个月 有吗 两个月 两个月不止了应该 对啊 两个月不止了 过年以前就没吃多了 你看吧 多吃点啊今天 整个肉给你吃 我要打烧半天 我现在出门啦 看我的头发 超油 我要去洗个头 洗完头了 感觉无油一身轻 这个阳光 看一看 看不出来啊 看到了吗 上海久违的太阳 昨天是去看了一下 最后我们想要决定的那两套 然后今天因为出太阳了嘛 我们想去再确认一下阳光 因为他们两个有一套的那个客厅 是采光不是太好的 我们想看一下 就是晴天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待会再见 看一下我们是否已经决定下来 我脸真的好胖 我胖了好多 关于大家觉得我胖了这件事情 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我的确是胖了 胖了五斤吧 哦不对 胖了五公斤 不好意思 我决定要在夏天来临之前 要减肥 又陷入了无限的沉思 真的我们两个人多有纠结恐惧症 就选择恐惧症 那么3号的那个的问题是 格局我们是不喜欢的 感觉这套房子就比较小嘛 它的景观是朝那个河的 然后会看到有一座桥 然后就会比较好看 其实我内心真的是喜欢4号的 虽然大家都说3号好 但是4号就感觉整体比较大气 你知道吗 3号真的好像一个酒店哦 你发现吗 对 3号真的好像一个酒店 不像一个家 我现在是有一个约 我要去谈一点事情 然后再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吧 我们原来是过来换伞跳 然后停车费 然后就挪不开脚 现在就好想吃啊 就好好吃啊感觉 对呀 我这个脑子都要有一些 一把半都洗了 有这么老的停车的机器 也蛮有感觉的 很有欧洲的感觉对吧 OK我现在已经办完事出来了 我们现在打算去看一下中古家具 我的天哪 房子都还没捡定下来要去看家具 当一个选择恐惧症 等下给了另外一个选择恐惧症 你的噩梦就开始了 很难过 就是这一个中古家具的店 去看一下 因为今天是周二 应该都没什么人了 那自己 我们要去交易了 这个好帅啊 这边还好深 这里下发其实也还好 看上去旧嘛 我看一下 好像一个肉肠 这个灯也还蛮好看的 这个有哪个颜色 rése狗 楼座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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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 拼亚小子 这乒乓吊好大 这不仅是一个那种 锅垫修的是吗 这口罐很好看 他明明说了你好 现在就不说 那我走了 你不说我走了再见 你好 他买了一个洗车的那种喷雾 他发现对车无效 OK 大历程 对 推广 对 推广 他觉得对车无效 然后他就刚才在擦鞋 发现擦鞋特别干净 因为发现过来 一块钱一双 每天8点到5点 我要烧一顿全素的餐 作为我们俩减肥的晚餐 秋葵 我最爱的秋葵 番茄 今天要烧的一个素菜之一就是 番茄冬瓜汤 杭白菜 不好意思啊 今天秋葵不少了 因为我们今天买了熟食 就已经有两半菜了 烧汤的时候番茄 我喜欢切成稍微丁状一点 不要切那种一半一半的 感觉 不够入味 给你们感受一下它的浓汁 浓汤 就是感觉跟番茄鸡蛋糖有点像 来点虫 为了减肥 给大家看一下青菜应该怎么吃 用热水 无油无盐 是要放一点盐吧 盐是要放的 对对对盐要放一点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菜 真的好减肥 清水白菜 冬瓜番茄汤 海哲和鸡爪 那我们吃饭咯 拜拜 大家猜一下我点的外卖是什么 猜猜这个是什么 再加上这个 西斗粉 哇 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啊 然后再辣椒粉少一点 哇 行了 然后再蘸一个油条 大家一定要去女男吃西斗粉啊太好吃了 我的皮肤怎么最近已经好到 完全不用擦粉底啊都行啊 好好吃 西斗粉 这你觉得能吃那个香不太大吗 那应该还是有点香茶 可是我都忘记我原来的味道 昨天吃完饭我就忘记录东西了 也忘记跟你们讲到底有没有把这个房子定下来 我没有打脸昨天在睡觉之前我们已经确定好了 交完定金明天就去签合同 我现在呢要去谈一点事情 我要找一下这个地方对 待会儿再跟你们再跟你们说好吗 ok 我约的这个朋友他因为搞错了商场的地址 但因为他已经点了星巴克的咖啡 然后我说不要浪费了要给我过来吧 然后他想了个好办法 他就把星巴克的咖啡打包过来 然后我就在这边的星巴克等他 哦我快笑死了 太可爱了 咖啡也打包好了 我打算打个游戏等他 我现在已经谈好了 结束了 然后晚上有一个馄饨局 大家都带红酒呀蛋糕什么的 我说我带个凉菜 我就自己过来做个凉菜 我带点蔬菜过来吧 是不是显得我好小气 我打算去做那个 昨天跟你们讲的特别好吃的凉拌秋葵 我想找一下沙拉叉的那个辣酱 可是他好像没有啊 色辣叉 估计只是另外一个品牌吧 但是味道是一样的对吗 鱼露 早知道我就从家里带出来了 我还买了全套的调料 这个馄饨局居然在一个 非常老旧的大楼里 天呐 八楼 八楼 谢谢你们啊 哇 老上海老上海 今天的馄饨局在一个民宿里 他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迷宫一般的走向指南 然后左转 直行道点 然后右转 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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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右转 心里走得发麻 心里走得发麻 Oh my god so scary I'm always scared 后面没人吧 ok 没有跟踪狂 哈哈 Hello 就这样扬个衣服 哈哈哈哈哈 要脱鞋子吗 好暖哦 随便坐 随便坐 不客气我 我新买的公寓 Hello Crystal 哇天呐 你盛装打扮在包馄饨吗 你拍到这里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想这里有摄像头吗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拍那种综艺节目 就像你上次说的那种 是的 我是今天的学徒 抱歉 然后按住之后 把它这个折过来 这一步有点快 过来 折过来 折过来以后 转过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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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安要开始她的第二个 馄饨的包法了 就是大家说一下看自己老家是怎么样的包法 能不能好好的 我是这样子的 我们家是这样包 金元宝是吗 这种是 但我觉得这个更像金元宝 那你这个像什么 像那种小时候折的那个船 对 我们家是整个这样捏的 对啊 是不是这样子 里面家是不是这样子 发好之后 然后就直接用手这样子捏 但是没有你这么粗犷 哇天哪 直接捏爆了 捏爆了 不是直接手捏吗 但没有这么夸张的我觉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样会觉得很爱贝吧 这样显得好像我们在做外卖啊 这是红油超少嘛 赶紧赶紧还有一个要送去那个北外餐的 哈哈哈哈 快点订单吹了 快点订单 订单 你们快点来哈 我们用日式的茶 没得一瓶 不得一瓶酒 不得一瓶酒 吃的中式的中式 还是用外卖的盒子 坐在波西米亚风的桌子 这个是很混淡的 很浮夸的 我们要把蜡烛点起来 就是不能压费我们的蛋糕 对啊 就随便 不是人家还配了生日快乐 我们强硬过的一个生日 还强硬拉了一个寿星 你知道吧 就突然 哈喽我们现在已经签好房子的合同出来了 终于把这件事情搞定 那么我们最终选的是 Apartment 4的那个房型 大家都觉得3号的房子比较好 我为什么选了4号呢 今天要跟大家阐述一下原因 大家都说4号Apartment比较有压抑感 其实是因为镜头里面看起来看不出大小 但是其实4号的话它客厅的整个空间是大非常多的 然后它也没有走廊的这个部分 它的房间是在两头 所以整体的这种视野的空阔感 开阔感是比较强的 唯一唯一的缺点是4号的这一个客厅只有一个小窗户 原来3号Apartment是因为那个房东在里面放了家具 大家看起来就会比较的有感觉比较温馨吧 然后4号这个我们到时候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比起这种中年房东一些审美选的家具来讲 应该会好一些的 我们答案现在就马上去看家具 因为是这个月的25号就搬家 所以我们想在25号之前把所有要买的家具都尽量买到 所以现在赶紧要先去看 它是在这个71号 这个地方我有以前来过就是那个EDM那个cafe 就我之前vlog里面出现过一个地方 我觉得特别像好像就这里面 它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透露着一种土气 我们找就是这个Sigma Living 有人吗里面 感觉没有人呢 我们现在走路去另外一家 因为这个家具店就是它有很多小重一点的品牌了 虽然但是它就比较小 但我们现在去那家规模可能会大一点 去看看 啊到了 开门的进去看看 这些灯好好看 CJ 干什么 刚才我们在GasaGasa里面碰到了 l 应该是他们的老板吧 就特别的热情 给我们就讲了好多知识 处集了好多常识 给我们好多意见 OK 那我们现在再去逛一逛其他家 然后这家我感觉有点像美式的那种风格 很意外我们在临走之前收获了一套咖啡杯 谢谢你们来自香港的小伙伴 好香哦 就像有点像那种海鲜酱有点 我们要看家具的那个最后一家 之前关门的那个那老板说他过来了 然后七点钟在隔壁 所以我们先吃完饺子就有点饿了 酱油辣酱 很辣 好吃不吃的 或者你们四月中旬到没订出去的 还有什么类型的东西可以吃 你先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莎莎特色的这一款 它叫关锡绝的过旧品 天都黑了 我们还在看家具的路上 我感觉真正的想买到一件你自己喜欢 又合适的家具非常非常难 看一下下一家有没有我们缘分当中的那一个家具呢 到了好像就是那一家 对 DU那个 NNO那个 应该没有壁馆 我真的好怕哦 壁馆小女王 哈喽 还没关门吧 快了 我们今天看了好多沙发 本来是比较喜欢那种奇形怪状的 但是他们都推荐比较中规中矩的这种款式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看上去很饱满 镜头就看着好像面包 好冷哦 它这边暖气都不开 比较经典的感觉 是那个意思 意思 我就把这几款的一个产品图片 包括它的一个尺寸我就发现了 对可以 这一下天是彻底的黑了 我们继续赶下一家 出发 终于到了有一个在商场里的家具店了 我们都快冻死了今天 唉 最后看一家吧 然后在商场里吃个饭 就回家 耶 我想今天把上海能看的实体的家具店 基本都看完 嗯 对 然后再慢慢的跟他们建立一点联系吧 然后可以多问他们有没有这个款啊 有没有这种款式 有没有线货啊之类的 yeah 我们现在先去看最后一家 走吧 请进 他们店我觉得唯一最好看的沙发就是这款了 但也太稍微另类了一点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 回到地的 不是被架起来的那种沙发 像这种就是架空的那种嘛 我就不太想要架空的那种 这里网红店好多呀 耳光馄饨 然后隔壁还有东来顺 我也想吃 我想吃 蒜羊肉 小姐想吃这个 她想吃点硬货 她说这家吃的人最多是炒菜吧 这一家真的超级无敌硬核的硬菜 硬核大牌 有多少硬核 但我没办法接受 因为它是比较甜的 就是上海菜甜的那种味道 今天家常到底 甜的 这里是我最近买的东西 给大家快速开个箱吧 Farfetch的东西都是包的极其严实 我根本不知道份在哪儿 大概拆这个小箱 拆了5分钟 还没有拆开 我买的一个戒指 好好看 就很大的这一种 就是 这样子 哇 好看 紫是这一个 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这么大也好看 还买了其他饰品 我记得 稍等我一会儿去拿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前几天收到的 Celine的那个字母的项链 其实也不是前几天 真的收到挺久了 但我一直没有带的原因 你们猜 给我发货的那个代购 它 把链子发错了 它是有大和小的 大家知道吗 我买的这个是小的 因为我想说 可以当锁骨链 去搭配别的去带嘛 我就挺好看 然后它有大号小号的话 这个链子 它给我发成大号的链子了 怎么也穿不过去 它这个圈圈太大了嘛 塞不进去 然后我就用老虎钱把它给夹椭圆 然后就可以 可以套过 就可以套过中间这个环了 我怎么这么傻呢 拆大箱一点的好了 是一个 trademark的一个包包 很春季的一个包包 它是这样子一个小桶包 它这一款是有在打折 因为我觉得特别适合春天 然后它也很适合去海边去背 然后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折扣 我知道那时候看到还有黑色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黑色的跟棕色都很好看 这个包质感还不错 我得把它圈起来看一下 它这里面是有一个小袋子 就有一种很乡村的感觉 然后这个包型 我有看到其他品牌 今年的新款也还在出的 Gel Sander 是这么读的吗 就我很喜欢的一个牌子 然后他们也有出大款的造型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造型还蛮好看的 我就买了 这两个估计是鞋子 要不然就先把我拆了吧 拆箱到底什么感觉 我还没有拆过那么多箱 挺爽 就那个ReginaFeo这个牌子的 我也很喜欢他们家鞋 我的天哪 我那一双白色的ReginaFeo都还没有穿呢 我竟然又买了一双 超级美 超美 超美 它这个是新款 它其实有一个彩虹款的 彩虹款那个我也很喜欢 就是它今年的主题 都挺多是那种彩虹的款式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搭一点 然后 对这个可能更经典一些吧 这个颜色 然后带黄色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就买了 哇 鲜的咧 还是一双鞋子 天哪 这个视频 这个开箱就有一个视频那么长 我记得我买的是那种正常皮质的 然后它这个寄过来是七匹的 这鞋比你脸还大 真的超级大 这小姐夫的鞋子 然后这双是我的鞋子 不想想想 终于收到了跨越了一个世纪 收到的一个礼物 T3的吹风机 谢谢你们 亲爱的Ann 谢谢你的支持 对产品有任何问题 请尽管联系我们 Ok thank you 因为我们不是要搬家了 所以就我确实也想买好的 好的一款的那个吹风机 带到新家去用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真的非常非常及时 对 所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它最新这一款有什么厉害的点吧 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 想要知道后续搬家的一些细节 就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ambition 然后来看我们下一集 下一个视频 关于搬家 我也会一直记录下来 然后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下一次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已经搬好家了 对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你又挡到我的关了 这里光 这里光 jetzt不是说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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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